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咸蛋报社 如果提到跨海大桥 各位小伙伴会想到美国的金门大桥 还是澳大利亚的悉尼大桥 又或者是巴林的沙特阿拉伯跨海大桥呢 其实这些我们国内的一座大桥比起来都有一些小儿科 它被誉为人类史上的超级工程 没错就是港珠二大桥 是中国的一座跨海大桥 那么为什么说它是人类史上的超级工程呢 是因为港珠二大桥是连接香港珠海澳门的超大型跨海通道 全长55公里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这项工程在2002年便已提出 不过直到2015年国家发改委才正式批复同意修建 预计2024年建成通车 总投资超460亿元 通车后珠海至香港将由现在的水路约一小时 陆路三小时以上缩短至半小时以内 停成一小时交通圈 开灯之后开车行驶在跨海大桥上 欣赏的四周的海景简直美到令人窒息 而且世界上大部分的跨海大桥的使用寿命是100年 而它的设计使用寿命是120年 比其他的跨海大桥多出整整20年之久 正所谓是赢在了起跑线上 港珠二大桥使用的钢料足以建造60座埃菲尔铁塔 足够抗8级地震和16级台风 刚刚过去的天歌也丝毫没有影响到这座大桥 也就是说你在远方的台风里漫天纷飞 我在港珠澳大桥上吃着炸鸡 所以各位小伙伴们也不用老说我们果然重阳媚外了 好了希望地球人不断的作妖 让我们继续吐槽 世界如此枯燥 新闻也需要情调 还不点关注 你是在等什么呢